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偶像是崔罗 锻炼的时候学他的动作 然后我就是去理发店的时候 就是做他的理发 因为就是我来成都这边拍视频嘛 踢足球 踢足球 路上的朋友们都看我 他们说的就是成都愤怒了 大家好 我是穆拉丁 我今年25岁 我来自新疆伊犁 我是一名大赛的学生 就是我现在实习的时间 我就是实习的时间来自思泉 在这里养了鱼塘 然后跟朋友们一起拍足球的视频 然后就是买睡觉 就是踢完了以后 就这样 让我唱 我来自全这边拍视频 几个月了嘛 然后就是我粉丝也30万了 我现在短视频拍的就是 踢足球内容 还有就是生活内容 我的账号的名字叫做农村的罗 我就是一个伊犁的农村的一个娃娃 这个罗是C罗的罗 这个是C罗的罗 C罗 这就是C罗 什么完以后做的农村动作 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动作 我初中的时候喜欢C罗的 因为他是特别努力的 特别优秀的人 还有就是他是我学学的帮样呀 我当然喜欢他呀 就是我在我的家乡 伊犁的时候就是路上的人看我 他们说我特别想C罗 看我说你死了吗 你那么想C罗呀 你死了弟弟吗 我听你们很开心 我就是我七岁开始喜欢上足球的 那时候就是我跟我朋友们一起踢球 然后看比赛就这样喜欢的 我就是初中开始锻炼足球的 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跑步 跑步完了以后再练球 锻炼的时候我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但是我继续努力 我不害怕哭嘛 今天就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 我来四川这边感受很好 因为就是四川这边很美很漂亮 这边人也很仁可我 但是我不习惯吃这边的饭 想吃家乡的东西的时候 我去在四川这边的新疆餐厅去吃 然后我特我像我爸妈的时候 我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聊聊天 我的家乡特别美特别美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我家乡的吃东西特别多也好吃 就是我家乡的我说我靠着串 就是我家乡最好吃的东西 小时候的梦想进国家队嘛 就是那时候我一直想进国家队 一直锻炼 但是我现在二十五岁了 我已经没有机会进国家队了 我明年二月份回新疆读书 我明年会毕业了嘛 我的打算就是我毕业以后 我还回来四川 回来四川在这儿创业 创业完了以后 我以后就是有能力了 我去帮那些有梦想的小朋友们 我去他们送足球 送衣服 送足球鞋 我帮他们的梦想实现